大家好 我是日冷咖啡的老闆 女店長阿滴 今天收到Annie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件對我來講還蠻難的事情 因為自從開店以來 很多東西都被了繁雜的事物給壓抑在最底下 可是這次分享讓我再次的了解自己為什麼會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也很想分享給大家知道 日冷咖啡是一個很詭異的咖啡館 就我們只開白天的時間 然後晚上是沒有供應晚餐 然後也沒有營業 那這邊我們自己在院子裡成立了都市小農 自己種東西 然後這是我們收割的成品 我們帶著我們到處去找小農配合 然後提供小農的食材給客人製作成餐點 我們在內部辦了許多讀書會 分享會 課程 然後最有趣的是最近辦了夥伴好食 這是利用小組討論之後成立了一個活動 利用晚上的時間 每個人為自己的夥伴做一個便當 大家坐在一起吃飯 讓料理對於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在餐飲業工作 但是真正會料理的人 其實在家很少很少在家料理吧 因為料理總是覺得很複雜很繁瑣 然後很慎重 但其實為對方準備一個便當 就是那麼的簡單 我們為這個夥伴好食定義為 大家來吃我的生活料理吧 讓餐飲業跟料理更貼近 而不再只是一個口號 然後只要是放假 我們就會去大自然走走 然後遇到國家有難 我們也走上街頭 這是我們上個月去插秧 在南澳插秧 說了那麼多 主要就是因為 我們缺人 你們要來嗎 這是我們另外一個老闆林峰 但因為今天主角是我 我把他換掉 然後很多人說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因為他看起來不是一個很聰明的商業模式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做內部的活動 然後花了很多時間去做 在數字上看不到很明顯的成長的事情 勇敢也是很多人去稱讚我 或是定義我的一個代號 在我大學畢業選擇兩萬塊的薪水進入餐飲業的時候 然後一直到我現在決定要開店 在我的生日卡片上和各大節慶的卡片上 大家都會覺得我是一個很勇敢的女生 但我一直覺得勇敢不是做任何事情的原因或是結果 就我從來不是因為我很勇敢去做了很多事情 然後我也不是因為我做了那麼多事情 證明我很勇敢 其實我很膽小 我現在都在發動 所以我後來思考說為什麼會做這些事 主要是因為我很堅定自己相信的某些價值 所以我也很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可以告訴大家 改變從來不只屬於勇敢的人 改變是來自於相信自己 並且實踐自己相信的一切 那我到底相信什麼 回座我進入餐飲業是在大學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剛進入餐飲業 然後學怎麼泡咖啡 學什麼接待客人 怎麼把地掃好把餐盤洗乾淨 那時候只覺得自己很開心 開心到隔年 我的校區搬到三峽 但是我每天我每兩天都會坐校車回台北 上班之後再坐校車回去 那時候就覺得自己很開心而已 然後一直到了換畢業 我就在想說我到底要做什麼職業 我想半天我覺得 我想做一個可以帶給別人幸福的工作 而餐飲業是一個剛剛好的工作 我藉由每一杯的咖啡 藉由每個商品 傳遞一個幸福在客人的手上 所以我就轉了正職 然後繼續的學習 然後參與了拓電計劃 然後當上了店長 但忽然我當我離管理階級越近的時候 然後當我越了解餐飲老闆在想的是什麼的時候 我突然發現台灣的餐飲文化和商業模式 自己是無法接受的 因為當我覺得我要帶給別人幸福的時候 但我在裡面我並不幸福 我也不安全感 無論是工作的薪水或是工作的時數 任何的福利和條件 都無法讓員工們感覺到幸福和快樂 可是當我要傳遞一份感覺性的東西 人才是最大的媒介啊 而不是那些文字那些包裝 那些行銷出來的商品 於是我發現我要帶給的 喔對 這剛剛忘記了 可以帶給別人幸福的工作 我剛剛大學結束之後 選擇的是餐飲服務 然後後來我發現 我想要帶給的是人幸福的餐飲服務工作 而不是別人 那個人包含了客人 包含了夥伴 包含了自己 包含了 對於這個商品背後那些農民 和上游 所以我決定離開 然後帶著這份信念離開之後 可是我很困惑 我不知道怎麼去實踐它 然後放了自己一個長假 然後也去學了電腦 學了英文 學了服裝設計 想說轉行吧 然後剛好很幸運的 又投入了另外一個團隊 重新跟餐飲接軌上 然後我積極的去推動 帶給人幸福的餐飲服務工作 就甚至自己掏錢 然後掏時間 去做一些我覺得 對內部員工有益的事情 但是相對老闆並不理情 就怎麼溝通他都不理情 所以我最後還是決定離開了 離開後我徹底發現 如果我一直要求別人給我一個可以帶給人 幸福的餐飲服工作 我不如自己去創造它 因為我相信創造這件事情是一定有難度的 而如果我無法創造的時候 其實我是無法去要求別人給予我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在2012年成立了日認 日認最大的宗旨就是對永續生活有意識的實踐 然後永續生活這件事情包含了土地 然後還有包含員工可以在這個工作中成為他的置業 可以很安心的在這工作中享受他的工作和生活 而我就是希望可以帶給人幸福的餐飲服工作 然後我另外一個夥伴就剛剛前面那個大頭 他是希望可以更貼近土地的生活 這個三角就是我們日認的核心 到現在已經一年半了 然後我們活下來了 然後也越活越強壯 我常常告訴夥伴說 就我們一定要更努力讓自己更強壯 讓更多人看到 不是因為我們要賺大錢 而是我們必須要讓更多人去相信 其實堅持自己的價值是有成功的機會 而不要走上大家一直以為覺得會成功的模式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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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